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被誉为中华商业第一阶的商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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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九多年了 我现在到外滩就看一看 通道处禁止停留拍照 通道处禁止停留拍照 我们现在来到了外滩的观景平台上面 这边也属有万国建筑物博览群之称 在当时外滩是全国来自远东的进入中心 我感觉外滩还是晚上来漂亮 特别是这里的灯光 隔着黄埔江看到浦东的路鸭嘴 也要是第一次来 绝对给你一种震撼 不愧为超一线城市 国际党事会 可以说是上海的 不可替代的标准景景 普通台发是1990年开始 当年呢也只不过短短了30年 30年前的防护区 现在变成了世界区的金融中心 周旁明珠电视台 大概是2000年左右吧 我上过一次 那时候普通最高的楼是金贸大汉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当时只是别了一块地 还没有开始盖 这黄埔江里是一艘游团 在船上可以欣赏黄埔江两岸的夜景 现在中国最高的楼 也就是环球金融中心 旁边这个上海中心大厦 我记得好像是630多楼吧 国师傅的万国建筑国兰群 应该是代表一个老杀 在我们前面黄埔江对岸的普通新区 应该是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上海也会越来越漂亮 好 今天的南京路步行街和上海外坛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